從下午做圍爐還有人 之後也有觀眾和我們吃了餐下午茶 然後是啤梨晚報 也要繼續找不同的嘉賓 不知道今天大家又覺得啤梨晚報那幾位嘉賓如何 第一節有D18的江少 和我們認識了很久的女友幾來 也是我們踢球的球友 甚至第二節我可以說很榮幸 甚至那些網友說是現真身 軍武的Larry 也去到第二節說了一些國際軍事事件 大家都可以聽回 我覺得質素也是高的 第三、第四節質素也是高的 雖然大家對他未必太認知 Jason說一些財金事件 之前在730節目也有拍攝柳爺 如果大家今天看 他涉獵了很多東西 除了講財金之外 他也有開健身中心 自己做健身教練 做老闆兼教練 他也很喜歡研究佛學 研究玄學東西 紫微斗數等等 所以其實他也可以有很多不同題目跟他說 所以大家都可以 以前有打籃球 大家都可以聽回 其實這四節都高 當然第五、第六節 李文樂就更加榮幸 麥姐是禮物 其實邀請他也不容易 麥姐是大家都縮的 不過麥姐最近身底 其實他的節目若莫透露 真的很一般 很一般 當日我也要照顧麥姐 他過來 新年的時候錄影 因為他身體要走很久 走得慢一點 身體情況都是 希望麥姐可以快些康復 也很給面子上來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 重溫他這幾節 當是嘉賓看到 比你晚報的觀眾 也有 taste 也會欣賞我們說話 不會說 跟平時的風格不同 大家就會不看不喜歡 希望大家都多點 按進去看一看 給一些支持 不同的嘉賓 當然 星期四、星期五 都有不同的嘉賓 大家數一下 近幾次 當是Bennie外遊的時候 都找過不同的 吳佩夫他師父 Bennie師父 西西、Pete 軍火佬 很多很多 老監 沈西成 邵子豐 很多很多 都不同的範疇 還有一些 我都忘記了 藍秀朗 妖言惑中的卓飛 Kent 還有一些 不知道大家一時數不數到 我都要他記回 哥哥 有很多 恐懼妖哥的哥哥 美女的哥哥 雲水、白冰 今次有蘇豪 很多 今次都想找一些 之前沒有找過 今次有Alice Long 雖然之前都試過來大匪 不知道大家還有 還有一些 我都突然想不起來 真的有很多 爆炸 爆炸頭 大家可以Record我的記憶 很多 很多 好了 你知道啤梨晚報 其實都想多些不同的範疇 或者你都順便介紹 多些不同的台 我覺得今時今日 還可以留在香港的 大家不同的台 互相支持 譬如阿泰哥都來過 大家可以互相支持 譬如阿泰哥等等 很多很多很多 大家都可以多些不同的支持 或者收到不同的範疇 Cat姐 Cat姐也有多 好了 講回她的新聞